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捍卫思考 而是不是说你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又不是说你要站在别人的角度 用自己的想法思考问题 而是要站在他的角度用他的想法思考问题 这才是对的 人家又要批尾 爱情心理学吗 不是好像我也只是就是多卡我也不知道 就是随便刷的 然后我自己总结了 你要去带这女孩子真的想要什么 这不是哲学了吗 哲学也是你们学过啊 水瓶这玩意遇到爱情 脑子也就是一降波 我以为的主角 这这话怎么讲 以后再遇见你 再遇见你 请你先说你好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星座 不管对方是什么星座 你一定要了解他 因为懂的人实在是太难了 我们不行会误人之地的 因为我也在学习 就情商高的人是怎么表现 杨宁宇就是元月圈勾认的情商特别高的人 他在一期金星秀的节目上 金星就问他 有人说你是花瓶 然后情商高的人他就是这么说的 他说当花瓶挺好的呀 有花瓶为什么不当呢 当然可以慢慢做一个有实力的花瓶 还有问他 他说 他说 他问 杨宁 四小花瓶还有谁 还有谁 有四小 刘亦菲 还有两个是谁 就四小花瓶 金星问 其实金星的问题还蛮犀利的 他问 他问 他说 你们四个谁的刀动得最多 就问卷容嘛 刘诗诗 他说 你们四个人谁的刀子动得最多 杨宁 你们猜完杨宁怎么回答的 他说 他说 当然是我啊 因为我生过孩子 所以情商高的人说话 都还蛮 就是还蛮好的 四小花男子啊 杨宁情商很高 黄柏的情商 黄柏虽然长得不好看 但是他的情商很高 林志玲很喜欢他 他说 如果不是因为黄柏结婚了 他一定会追他的 你想林志玲 他完全不看外表的 他说是喜欢有趣 其实 其实 其实现在的女生 好像对外表 并不是那么在乎 可能年纪小的 会喜欢讲得帅的 但是 只要是有一点点内行 或者是 只要是有一点点 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他都知道自己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 杨全霖说 李龙皓的眼睛很小 我就问他 他说 李龙皓的眼睛这么小 你 不会 不习惯吗 然后 然后 然后杨全霖就说 刚开始的时候 挺不习惯 但看着看着就习惯 然后他看他这个人 喜欢的是他的 智慧 他的IQ特别高 其实女孩子更容易被灵魂所吸引吧 三观很重要 我送了你一个热气球 谢谢 谢谢篮球的热气球 看到 刚刚在说话 我的脑子不太好使 因为我说话的时候 然后经常会忘事 今天不是流星嘴大吗 伯格情商相当高 所以啊 你们一定要去努力的 培养自己的晴妆 因为晴妆高的人 往往都很幽默 你想啊杨全霖以前 也跟很多长得帅的男生 长得帅的男生 就是 搭档过 但是他最后选择李龙皓 完全是因为他的IQ 他是这样说的 我刚刚说生过孩子 没有我说是杨蜜说的 杨蜜说的 杨蜜说的 杨蜜说他动 他动个刀 他动的刀最多 因为他生过孩子 他动的刀最多 因为他生过孩子 自己刚刚好 我怎么会去养别人呢 不要 我不是在那里 很多人练好 情商高容易玩弄感情 智商高容易想多 我几岁 我90后的 好像说情商 情商高的人 往往比智商高的人 更混得好 其实傻傻的那种比较容易幸福 快乐很简单 简单的人会比较羡慧一点 但是如果你太简单的话 会让人觉得很无趣 就是很快就把你读完了 就没有什么可看的内容了 可以 但是 如果你想要一个人 可以一直喜欢你 你就要让自己 不停地保持进步的空间 因为这就是新鲜港的来源方式 你要让对方看到你不断地变好 我做什么工作的 我以前当模特 多看书 多读书 少说话 多做事 现在世界上漂亮的女生太多了 因为就算你不好看 你愿意花钱 也可以变得好看 但是气质和内涵这个东西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靠自己去培养 去学习 人格魅力也是一样的 问题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那说明你还没读懂 恭喜升级了 你这么久没有来 到底去哪了 感觉你有一个世纪没有来的 那说明已经很高了 简单的就被关注这样的问题 格老师好 请问90年 我94的了 学习吧 因为我知道一个点就是 我也98的 不重要呀 年轻不好嘛 而且虚态岁的墨镜 虚态岁可以加一下初恋格 990哦 我看我直播应该都跟我差不多大 但是女生会比男生能早舍一点 我觉得我应该会比你们早舍一点 早独立的人 经历的事情是多 他可能会更早舍一点 恭喜徐态岁成为我的账 又一个被我大五岁 二十五 你还小啊 那我跟你说 那你就是要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啊 因为以后学习真的很贵哦 为什么早舍 从心理学生的角度来说 女生就是平常生早舍 所以很多女生都会选择 找个最大的人 但是我可以把十年后 要对你们说的话要说一遍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因为你如果好好养身体 就是在饮贵以后省钱 因为肯定很贵的 虚态岁是哪一人 当你的身体 然后又要讲到营养学了 当你的发育得快吧 我知道当时我看过一本书 就是讲 那本书叫什么 那本书 讲的是男生的心理变化 上海的 那你多大了 我现在理解了一句话 确认学习天打雷扁 学习很难的 因为要懂得知识太多了 而且学习 比如正南大学是四年啊 诶 学习就要五年 我有个同学就学习的 但他成绩特别好 我是学法的学法的也很厉害 学法律啊 法律啊 医学都是很厉害的 建筑也很厉害 就是越 这些都是比较厉害的 身体的问题 当你的生命的时候 就是你的身体 在给你发出的求救信号 比如说你感冒 你经常容易感冒 停血 这就是你缺乏蛋白质 的表现 蛋白质失衡的表现 因为你的蛋白质一少 你的身体就会很容易 就会容易抵抗你 抵抢 然后就会容易感冒 发烧 停血 这些都是蛋白质失衡的表现 那怎么 为什么会有蛋白质失衡呢 就是因为你吃的烫水的输入 少于消耗 就是你消耗过多了你的烫水 没有及时的补充上 然后你的身体呢就开始消费你的蛋白质 当你的蛋白质一旦消耗的时候 你的抵抗力就会变差 所以大家每天多吃点肉当奶鱼 这些东西 他每天都要吃的 不是说成年人就不喝牛奶了 很多成年人就是因为不喝牛奶缺乏蛋白质 他多喝点 每天都喝牛奶 我的蛋白质是优 因为我经常喝牛奶 然后经常 但是如果你的烫水过多的话 就会导致于你的身体肥胖 就是所有的食物消耗跟收获 都是因为你不平衡的表现 就是当你的消耗跟你的摄入要平衡的时候 你的身体才会处于健康的状态 当你的身体有发出各种毛病的时候 就是你的 我从来不喝牛奶 你不要 就是短期的不喝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长期的不喝 你肯定会出现某些缺乏 因为每一种 每一种固质都是有它的营养的 对身体好吗 对对 你要多吃肉 像 比如说像快递员啊 像 比如说 这跟你的 金融很赚钱的耶 今天我学金融的也很厉害 金融是像最赚钱的 职业吧 你天天播一些什么 聊天咯 人体必须安基酸 我知道身体不管什么东西过多还是过少都是不行的 但是只有维生素是可以的 维生素你不管吃多少它都会通过你的排泄 然后就是如果它多余的它会被你排泄掉 就是当你上厕所的时候也会排泄掉 但是蛋白质过多也会导致肾衰 就是对肾不好 烫水过多会导致肥胖 就很多东西过多都是不好 过多跟过少都是不好的 只有维生素是可以的 维生素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中国人老是喜欢把蔬菜炒着吃 就煮熟了 其实蔬菜的维生素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我们大部分的维生素都是取决于水果 所以每天要多吃水果补充维生素 就是其实生菜这些 就是生的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点 它因为维生素它在高楼下一烫的话 就没有那么有营养 有分水龙杏跟脂龙杏 脂龙杏有一个 水龙杏就是水果这些啊 脂龙杏就是从肉里面出来的吧 虚态摄影多大了 海肠面很好的 海带也很好 它是营养学我还没看完的 最近基本上是混在一起看的 所以你们问我干嘛 我又试着 我没事的我就看书去了 看书就很容易溃了 我就要灵感 我要时刻提醒你们 因为这种事情 就是你听一听耳边就过去了 我要给你们讲来严重性 我那天有讲过吧 那天好像有讲过 如果你不吃这些东西的严重性 谢谢笔青 就是人嘛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 你跟他讲大道理哦 大家都懂 但是你要去跟他讲 你如果长期的这样的小区 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 好像就肯定了 所以可能以后教育要这方面广 你们唱简单爱 嗯我的歌词呢 谢谢笔青590的 哦我记一下啊 哇 嗯 啊 嗯 说得上为什么 我变得很主动 让爱上一个人什么都悔 得去错 我想大声寻步 对你一地不舍 で我个被连聚 一直都猜到我现在的感受 和干的风在吹着头发 跳动 舔着你的手一卷我 我想 待